最后的人物特写我们要带您看到一位陈登阳先生 他凭着外语能力跟大学时候 就读生灵系所学得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自己上网来查资料 在自己家里面的阳台打造了鱼菜共生的系统 他也希望透过参观跟教学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鱼菜共生系统的正确观念跟做法 陈登阳原是在外商银行担任副总 2011年班里退休 未便于照亮母亲选择在领口定居 退休生活平淡想找些嗜好来做 在国外的网站搜寻到鱼菜共生技术 凭着外语能力以及大学就读文化大学森林系的基本知识 自己在家里约九平大的阳台 做了一套鱼菜共生系统 我的鱼呢是养在后面的这个鱼桶子里面 那经过了这个沉淀池 经过了这个过滤池 之后的水呢就到我的水根床里面 那水根床里面的水到最后呢 又由一颗马达呢打回来我的这个养殖桶里面 我用的这个马达大概是120瓦的一个马达 所以是算是耗电量算是很小的一个马达 那它这个鱼的话 我目前是有养一些瓶礼在里面 那右边的这一桶呢 是一个加州炉的 那个大概有将近300条的加州炉在里面 那目前那个鱼大概已经有 大概15公分左右的一个鱼 走进种满各式蔬菜的温室 这些植物不种在土壤上 而是吸收鱼池含有养分的水 这个65瓶大鱼菜一家鱼菜共生农场 是陈登阳与亲朋好友及退休同事 一起打造完成的 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就是说 把这个农法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毕竟这个是一个比较生态的 比较自然一点的一个农法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推广到每一个家庭 或是说在家里的话是院子 你的光照如果很好的话 阳台或是顶楼 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说 可以增加这个屋顶这个绿化 可以减少这个热 你屋子里面的一些热量 等于说推广这个观念到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 然后呢他们家里有办法的话 就做这个小系统或是说有空间就做一点大一点的系统 这样子呢相对的也可以解决一些食安的一些问题 目前这个农药问题这个杀虫剂的这些问题 如果你在家里自己种你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 这个是我们想要去推广的一个目标 陈登阳表示成立农场的目的 除了大家可以一起种菜一起享用之外 将来也会开放让人参观或是提供教学 他希望借由参观和教学来让大家了解 与菜共生的正确理念和做法 永迦勒记者领口采访报导 描决 добр wait 课 课